這個也是我新到的衣服 這都是我們公司在賣的 還蠻漂亮的 它有一點反光 然後裡面都融合很舒服 這裡有一張紙 殘破不堪了 我要把它丟掉了 丟了又浪費 今天把它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第13支MV抖音精 準備道具的經過 MV為了省錢都自己拍 自編自導 自己演主題的都自己想 你只是想一個畫面嘛 像我之前SUNSHIRE CHAIN的時候好了 光是我坐在沙灘上面 上面需要什麼 帆布 第二個 椰子 第三個 水果 柳丁 西瓜 還有收音機 音響 海灘帽 沙灘帽 沙灘椅 還有一個地墊 水上會玩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垃圾袋 臨時演員要穿什麼東西 他們有的人之前給我亂穿都有 做什麼動作 墨鏡 還是什麼再細小的東西 都不可以放過 要怎麼載過去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 沙灘椅買太大了 那你車子載不掉 那怎麼辦呢 MV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很好笑說 周老闆太神經了 沒錯我真的太神經了 開設前一天必須去宜蘭刺青 因為我在刺青 全台灣我只有找到宜蘭在刺 練習單車 然後當天要捲噎 練習槍枝換指板 聯絡化妝師 助理 這個全部都是細錢而已 準備的道具 銀鏈狗鏈 墨鏡 素黑 不要炫砲射 連靈眼也要幫他們準備 然後軍靴 帽子 刷破一隻黑褲 白背心 很像你要出國玩有沒有 要準備隊友的沒的 大黃蜂豬車 然後腳踏車要放得進寶石捷的一台 迪卡丘跟天線寶寶兩張照片 A4指印大張備用 球棒 鬥爭的畫面 機關槍 小槍 小刀備用 手榴彈 木炭 要抹在那個受害者的臉上 幫靈眼戴 黑幫面罩 耳罩 槍枝練習用 防止靈眼穿太醜 幫靈眼準備一些衣服 便宜的雪茄 助理費用 化妝師費用 道具費用 腳踏車費用 跑車費用 臨時費用 活時費用 他最後減生出來的費用 差不多到一萬四千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相信我導演應該不會騙我啦 就這樣